云端上的第五个单元 第几页第八页 全部读取的这三行 前提是你要先把 Member.tst先放到 特别就要把它复制贴到这边 你打开来这边就会有Member.tst 里面有50个会员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你就是 要先把这一个 档案做 如果全部读取的话 如果说我要针对资料的笔数 去做范围的话 那一定要用realize 所以我们这边第二个就是读取 这个前十个会员 那我就把什么 把realize改成realize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然后读过来的话是一个创列 那我当然也用print 把它先print看一下 理解一下 然后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for eye in range 范围跟他讲一下 然后最后加一个strip 这个strip非常好用 以后如果说你想要把你读进来的东西 前后如果多一些东西去掉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strip 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底下有个 如果我只需要姓名跟手机 那原来是五个栏位 要变两个栏位的话 怎么做 那ecell里面是用资料剖析嘛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程式该怎么做啦 或者将来其实你们也可以想想到 不只用python 你用vpa也可以做得出来 vpa里面一样用sprint 切割 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只取两个 那怎么做 那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真的不是很好懂 但如果懂的话 以后你对于那个外部读取档案 或者是网路爬虫 或者是资料库的存取等等 那就会非常的驾轻就熟 但如果再不熟 我就真的 你后面东西 那当然是大部分 更不要说你将来用那个机器学习 或者是AI的部分 那当然绝对都会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串来串去 因为你会发现 串列的角色 就有点像穿针引线 如果你没有这东西 那你就没办法做完了 那不像vpa里面 还可以把资料放在ecell里面 再把它读过来 也是可以 但python没有ecell 除非未来哪一天 我好像先跟各位讲过吧 就是未来的版本可能 它这边的开发来源 以后不会 假设不是出现是vpa里面 而是出现一个python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只是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那个版本出现 像2019也没有 下一个版本是2021吧 2021会不会将来突然把 visual basic改成就python 这也其实还蛮有趣的 以后这东西 以后看到不是visual basic 那会什么样的情境呢 好 嗯 会不会以后也有可能 visual basic跟python 两个都出现在这边 可是以我对微软的了解 可能只会折一啦 因为两个太复杂了 还是只能折一了 要不然就是说呢 那个微软现在他们主要就是最早是用vb visual basic的语法 然后之后它有个c sharp 有没有 其实有可能变成c sharp啦 可是它之前的调查是说要用python 这都很难说啦 不过 未来你们到职场上面 就是说它不管用哪一种语言 你们如果都可以很快 把那个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其实这就是老板要的 所以之前同学遇到的问题 他们找工作 就是要很 不只是vba 不只是python 可能甚至连微软 比较热门的语言叫c sharp 可能也会被要求 你会不会写c sharp 对 最好什么都要汇就好了 所以感觉有点像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 真的是拿香蕉 但是他问他 那你薪资开多高 看起来 这感觉就是香蕉嘛 但是他就是要找狮子 没办法 现在台湾的现况好像就是这样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只想要取姓名跟手机 就是跟我现在第九页 这边看到的结果一样 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一样 如果把这个刚刚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print了出来 read the line之后的话 把这个串列读出来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 我要的其实就是这一个 跟这一个 姓名手机 然后他的姓名 加他的手机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 只读到这个部分 其他不读到 其实这边的话 可能我们先用其中的一个资料 比如说我先用这个 第一个人的 那我要怎么抓到 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人的资料 其实我们有个方法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人的话 你加一个中瓜糊 里面的话 如果你输入零 就是输 零的话是抓到这一笔 那如果我要第一个人的话 里面输入 输入1嘛 对不对 如果print了 list1里面的第一笔资料 print了出来 你们都会看一下 有没有 就得到这个 第一个人的 那我如果要怎么样 要把这一个人的资料 它里面有五个栏位 那现在把它当一个资料 一个字串 所以一个字串里面 假如说我要把它切开 就有点像资料剖析的话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个资料的后面 再加一个方法 叫点 我把它Ctrl加 放大一下 点之后的话 加上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就是切割 切割的话叫Splitter Splitter 其实你打的时候 它好像也会提示 Splitter 这边会出现Splitter 这个Splitter 就等同是 我们刚刚Excel里面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 可能它的 中文 英文应该就Splitter OK 那里面的话 你要跟它讲 瓜葫里面跟它讲 我要针对什么 逗点帮我Splitter 我们逗点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做完这件事 把它print了出来 结果会是这样子 它已经帮我Splitter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如果你没有加Splitter 它是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一串文字 有没有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加了Splitter之后的话呢 它就帮你切割之后放哪里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中瓜葫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一笔一笔的 帮我切开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什么 只要这个姓名 跟这个手机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后面你可以怎么样 加个中瓜葫 第几个呢 第01 所以你就输入1的话 1的话呢 它会得到什么 有没有 名字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我今天要手机的话就输入什么 输入五个栏会嘛 所以0123 4 所以应该输入4 直接执行一下 手机号码 如果说我今天怎么样 希望 把它先输出姓名 再串接 所以串接一个斗点好了 然后呢 再串接 再加上手机的号码的话 那就是这个嘛 这个 把它改成 改成4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那我执行 姓名加手机 那如果说我要全部的话 那我把这一串 外面包个回圈就好了 OK 那可以懂我的叙述吧 后面如果说我要做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是外面包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一样 就是for i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这个范围 然后print的话呢 刚刚是 1 对不对 你就把它改了 改成i不就好了 这个不要动 这个也改i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print出去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 先抓栏位名称 再抓1号 2号 3号 4号 一直到10号的 所以结果会不会OK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出来结果 姓名手机 但是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又多一个换 因为在手机的后面 会多一个反斜线N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如果你看到那个东西的话 请你在最后面这边再加一个点 点strip 点strip 把它怎么样 去 调那个什么呢 反斜线N 所以后面这边加一个 反斜线N 这样的哦 有没有 就跟大家一样的道理哦 执行 这样就OK了 好 那 这边我们把它ctrl- 这个 把它缩小一点 因为这个程式比较长一点点 只是说我这样的写法 没有先丢到一个变数 所以其实相对程式比较短 但未来其实我们可以改写 把切割完的东西先丢到一个变数 再去做下一个步骤 就不会一直串这么多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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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